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朋友十八九 快烟愁一身吼 喇叭裤花衬衫 刀光剑影月光寒 卷袖子松扭扣 一言不合就开干 叶僧僧闲惶慌 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则成为十四K Teddy哥红旱一左右手 这是后话 彼时 尖东娱乐场 方兴为害 邻井四处招兵买马 带着老新大举进军 金鸣果敢的祭宝 则是开路先锋 新银安驸马冷生 亲自披挂上阵 拾取在尖沙嘴画室的十四K黑白无常 白无常 老汉笑面虎 黑无常 摸罗鬼见仇 两人同出十四K九江街恶人骨 江湖上声名赫赫 黑白无常 凶悍狡诈 但十四K人心不齐 季宝冷生 陆立同心 戴杏鞍安打起持久战 风雨连消起 火拼不断片 黑白无常还不住 退走波兰街 江湖让路 尖东城老新天下 季宝功不可没 八十年代末 季宝崛起为夜场大亨 季宝经商头脑了得 与香港演唱会之父张耀荣公子 张永新联手 副都 副城等多家夜总会相继开花 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 老新总教头苏龙 与十四K双花红棍曹娇事件 便是发生在副都夜总会周年庆上 不过 并没有对季宝带来什么影响 生意继续顺风顺水 在登九五国红得发紫 与中国成 邓崇光 大富豪 罗昌 并称夜总会三大亨 之后 林景将皇军安排给季宝 皇军人称大老元 出自元朗圣河 二十岁叫向屯门 江湖声名久住 八十年代转会新一安 与湾仔之虎 春耀星 鬼在天 黎玉天氏 结拜三兄弟 季报豪爽 让出一间夜总会 并将名下尖沙嘴业务 交给皇军管理 皇军在尖东如意得水 几年内 以尖东虎中虎 威震江湖 便在老新篡位危机时 力挽狂揽 与季宝的提携帮衬 密不可分 皇军领衔 五虎十节上位 是后话 季宝可是当年 新四虎之首 林景 林圣 陈武 黄恩合称 旧四虎 旧四虎落幕后 则是季宝 冷生 向华波 于永超新四虎 冷生 张亮生 是四眼龙驸马 新界王公子 文武双全 向华波 是向家太子党 于永超 则与杨寿成 关系密切 个个不容小觑 既保领衔 心似虎 能力威望 可见一斑 1994年 既保中流永退 告别叶总会生意 转身投入赌船 和邮轮生意 赌船最初是 在八十年代末 由叶汉的东方公主 拉开阵线 向氏兄弟 早已先行一步 从叶汉手中 买下东方公主 并以此为筹码 获取了金玉酒店股权 上岸贵宾厅 赌船的发扬光大 则是在赌船之父 叶寿手中 九十年代中期 既保从叶寿手中租下 天龙星号金营 这也是后来连超 郑报成名的海王星号前身 九十年代初 既保经斯塔良安 旗千县 与三太陈婉珍相熟 并因此与何鸿燊走近 先是与三太 合资经营海豚星 港龙星等 而后与何鸿燊合作 越野澳马号 及澳马二号三号 2006年 祭保旗下的亚洲之星 先后开通汕头 直达香港 台湾的航线 祭保身兼 既是控股 港星船务 亚洲邮轮董事长 也是香港邮轮协会长 曾运作赌船业务上市 旗下赌船多次出现在港片当中 包括酒吧古货载之 龙真虎斗和赌神系列 数部电影有在片尾致谢 祭保先生 多年来 祭保投资业绩颇丰 堪称老新出身的最大水猴财主 特别是炒楼方面的战绩 更是一记绝尘 2010年 祭保在受访时说 投资物业市场多年 工商住宅全部做过 生涯只亏过一次 对于核整物业 生殖空间多大 心中有数 祭保认为 要兼于选择拒绝短浅 切记犹豫不决 他主要入手二线写字楼 旧楼和名声铺位等 价格合理 回报率高 适合长线持有 或翻新改造后升值 祭保眼光精准 早在90年代 便替三泰1.26亿元 购入半山布立镜大宅 现在市值超过10亿 2003年以来 火拍三泰投资多项物业 获利丰厚 2008年 祭保豪至五亿买下重庆大厦一二层 便花一亿进行翻新改装 年轻打滚的地盘 经时已成冬主 除了房产 祭保在其他行业都有涉足 1994年江文导演的首部影片 《阳光灿烂的日子》 祭保便是投资人 祭保与向华强亦有合作交集 2005年与向华强控制的中国星 一起入手上市公司永恒策略 另外 祭保2011年在汕头发起的 潮人杯翻船比赛 并数次献身 公益慈善活动 祭保近年一直比较活跃 老友夜寿的生日宴 几乎从不缺席 2015年 新任独传盟主 刀文龙的大都会贵宾厅 在后门开业 还收到祭保夜寿的花篮 去年9月 向华强之子 向左的我的拳王男友 票房败北 意外获得加拿大奇幻电影节影帝 祭保的门生怀僧 则是本次电影节评委 祭保拥有梁子 长子季英华 陈欣建女儿陈嫂欣结婚 在图楼湾开有一家潮玩店 次子季英达 则跟随祭保 从事地产和金融生意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 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仲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